四川可乐 太原老葛 清河李哥 陆平 所有人陆平 这些人剧本编排骗老百姓 骗老头老太太 故意退留 50岁 60岁 退货无门 直播间人气造假 10万人写百万家 我不播了今天 不卖了 不播了 关播 昨天 三八节大促收关 上半场星巴开播 但是人气不理想 星巴开始吐槽平台给网红主播人气造假 直播间5万人气 就可以看到百万人气 更是指名道姓说出了几个网红 比如四川可乐 太原老葛 清河李哥和二臣等等 星巴把主要矛头对准了拥有4000多万粉丝的 一直以情感第一人自居的四川可乐 星巴揭穿了他炒作演戏 虚假流量 欺骗老年人等这些套路 这无形中相当于砸了四川可乐的饭碗 不过也获得了很大一部分网友的支持 很多网友说 早就对这些情感主播深入痛绝了 四川可乐面对舆论的压力 他也出面澄清 竟然对星巴进行了一番阴阳怪气的冷嘲热讽 总有人说自己亏钱 总有人说自己赔钱 卖货也好 干嘛也好 都是赔钱 我就没有想明白 他们是怎么赔出来几千万的 每个月发工资都几千万 这些钱谁出的 以星巴在快手平台的地位相当于一家独大的程度 很多网红甚至快手官方平台都对他忌惮三分 四川可乐敢这番嘲讽 星巴是在咨询死路吗 星巴这几年的发展已经变成了一位著名的企业家 摆脱了网红身份的束缚 随后星巴在直播中又警告起四川可乐说 当初你被封号一个月 就是我干的 我做的事情我敢承认 我就要明着整你 如果你还不改 我还继续整你 可能就不是在快手平台内部解决了 就要上升到其他渠道 快手是你们管不管 二臣 还有他们下边所有的分支 小黄舍封不封 那我炒作是吧 咱们一起死了 二臣是吧 来 你们绑一起干来 绑一起干 二臣 太元老葛 四川可乐 我套你 你敢来我没有敢现场踢死你 送你上网信办 杨梅 闭上 不铲除你们 不把你们铲除了 你不要逼脸 听没问题了吗 必铲 快手的那些工作人 包括什么大卫部的 你们行贿受贿 刚被抓了两个人送进来对吗 怕了多少年 你们行贿受贿 还想让我继续讲吗 直播间里给五万人气 五万的直播间人气 直接上显示一百万人 八十万人 两百万人 你们直播间人气造假 能摆了没有 我就这个互联网 我就玩 摆了不明白 我就不玩了 把这破壁快手 不要也罢 四季 一番霸气喊话威震四方 不知道四川可乐看到 有没有被辛巴给震慑住 后续会不会认怂 四川可乐在嘲讽辛巴的时候 都不敢提名字 只是暗讽 可是辛巴对他是直接点灵道性 有人说辛巴和散打歌一样 会打压其他网红 一言不合就举报封号 不过想想也是 快手平台一直都比较青睐辛巴 辛巴以前就曾在直播间放狠话 我已经准备好了材料 要到央视举报 以辛巴现在的实力和影响力 的确有能力举报到央视 那么这个被举报的网红生涯 就要就此中断了 也有的网友说 虽然辛巴以前被网友称为糖水哥 但是相比于四川可乐 辛巴还算是个良心主播了 毕竟辛巴所说的情感主播制造虚假剧情 博眼球诱导老年人的情况确实存在 不过辛巴的直播间很快也遭到了快手的封禁 期限为48小时 还有的人说 辛巴和快手平台的矛盾已经由来已久了 辛巴此前的直播间也多次遭到快手的抨击 两年前假燕窝事件 快手曾经说过要永久封禁辛巴 但是结果却是封禁60天 之后快手电商营销中心的负责人张一鹏公开表示 愿意把一部分流量给到中央部的主播们 这难道这就意味着快手决定削弱辛巴的影响力 而此次辛巴指责快手纵容情感 主播制造虚假人气的背后 也是辛巴对流量分配机制的不满 现在的快手已经培养了太原老葛 二旅等新主播 随着中央部主播越来越多 确实在一定程度上 削弱了辛巴流量给平台带来的不利影响 对此你们怎么看 评论区见